弟兄姐妹们 主内平安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记载在 路加福音14章7到11节 就常常的退到末位上去了 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 那时你在同袭的人面前就有了观察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悲 自卑的必升为高 感谢神的话 今天我跟大家的讲题是最大的罪 可能大家都会很好奇 哪一件罪是最大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世界杯 我看的 这一届的世界杯英国打得很好 打到四强了 昨天晚上那场我没有看 我不知道英国对比利时哪一个赢了 英国不是第三 输了比零 输了比零 输了 英国是应该输给比利时的 比利时是比较输之高的 但是英国这次的表现非常好 因为在世界杯没有开始之前 没有人想到他们能够打到四强了 他们的整个球队并不是太好 甚至没有 除了一个之外没有几个有名的 但是呢 我很佩服他的教练 他的教练就是硕斯盖特 Southgate 这个教练也是以前没有人认识他的 他是以前教英国的青年队的 所谓青年队就是21岁以下的 那么临时请他来教了 我佩服他什么呢 他够谦卑 他不骄傲 因为一个球员呢 一旦打球打得好 就是 你看我 这样子的 那个教练的讲话也是很骄傲的 但是这个英国的教练呢 他记者访问他 因为他们越打越好啊 记者访问他 他首先呢 他不批评以前那个教练 很多人批评说 英国以前那个教练不行啊 他没有这样说 他说我很感谢他 因为他以前教英国队的时候 我们这些球员都非常的年轻 还不成熟 那么现在被他教了之后呢 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成熟了 我就得到好处了 现在轮到我来教他们的 我就方便多了 还有呢 他说我们英国传统的打球的方法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非常直接 一下子踢到前边 被一个人高大了 一顶把那个顶到门里面去 但是现在我们英国这几十年呢 英国的球队从欧洲请了 不少的有名的教练 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 那些有名的教练 他们 我们这些英国的球员呢 都在那些各队之中 被那些外国的 有名的教练 被他们教了之后呢 他们有一些新的打法 开始懂得什么叫技术 所以他们现在配合在一起呢 就很好了 你看他又表扬以前那个英国的国家队的教练 又表扬的是从欧洲请来那些有名的教练 他不把功劳归于自己 所以我就很佩服他 我在他那里 我看到一个规律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自高的逼降为逼 自卑的逼升为高 好了 还有呢 他们打世界杯的时候呢 每一次两个国家在那里打球呢 他都会演奏他们的国家的国歌 一同唱的样子 大部分的国歌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法国的国歌是怎么样的 就是马赛曲 我知道澳洲的国家的国歌是怎么样的 中国当然我知道了 但是中国没有份啊 美国也英国的国歌我都知道 但是我研究过国歌的内容呢 我比较佩服英国的国歌 英国的国歌呢 也是有种谦卑在那里 他第一句呢 就是天佑我皇 天他就是上帝 God save our queen God save our gracious queen God save our noble queen God save our queen 就是上帝保佑我们的国王 我们的国王也是上帝保佑的 愿他平安 愿他快乐 愿他胜利 但是第四节 一般就不会唱那么多节 第四节那个国歌 我非常的佩服 他说什么呢 第四节一开始 不但在此地 不但是在英国 让神的怜悯 从海岸到海岸都彰显 全世界都知道神的怜悯 让各国都看见 人类应该是弟兄 应该是一家人 我们的那种 就是不单是看到英国 还看到其他国家的好处的 我就非常佩服英国的国歌 好了 那么刚才的经文呢 就提到至高 至高的逼降为卑 至卑的逼升为高 经文提到至高 其实除了至高之外 圣经还有很多很多 跟这个至高是同一词 好比说骄傲啊 狂傲啊 高傲啊 自夸啊 夸口啊 自大啊 都是同一个意思的 那么 我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呢 骄傲是最大的罪 不是杀人 很多人以为我没有杀过人 我就没有犯过大罪 不是 骄傲是最大的罪 最大的罪也不是奸淫 奸淫是一件大罪 但是不是最大的罪 最大的罪是骄傲 大家可能感觉到很奇怪啊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的 那么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 来看这个骄傲 第一个角度呢 就是我们看看骄傲与撒谎的关系 首先呢 圣经有一节圣经呢 讲到恨恶真恶这两个词的 这是真言第六章 第十六节开始讲的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恨恶的有七样 我告诉你 凡是一件罪 提到是神所恨恶的 恨恶的 恨恶的 那一件一定是非常严重的罪 那么这里说 它一共有六七样 这六七样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高傲的言 你看排他第一的 凡是圣经给我们 好几个 就是数好几个罪的 或者是好几个好的东西 排第一的最重要 就是爱是很久忍耐 第一就是很久忍耐 那么 第一就是高傲的言 第二呢 就是撒谎的蛇 第三才是杀人 流无辜人血的手 是这样子的话 杀人还不是最大的罪 所以呢 其实很多神学家都同意 骄傲是最大的罪 一个彻头彻尾 骄傲的人呢 他不可能相信神的 他也不可能依靠神的 靠自己就行了嘛 我行吗 甚至我为什么要靠神 他不可能信耶稣的 所以你信耶稣呢 就是首先要谦卑下来 你不谦卑下来 不可能信耶稣的 所以骄傲是最大的罪 那么 为什么骄傲是最大的罪呢 有一个原因 就是牵涉到罪恶的本质的问题了 罪恶的本质是什么呢 罪恶的本质就是 僭越限制 什么的僭越限制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限制的 神创造人的时候 在创世纪第二章里说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看神创造人的时候 我们人是个被创造者 我们不是创造者 被造者一定有个限制 你不可能被有限制的 因为我们是被造者嘛 其中一个限制就是说 你看这个园里面有很多棵树 每一棵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有一棵树你不可以吃 这就是个限制 就是做某种人本身 就要接受自己的限制 是不是 那么但是亚当呢 夏娃呢 问题都来了 他们要僭越自己的限制 他们要跨越自己的限制 他就是犯罪了 他们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 上帝不是给你两棵树 给你很多棵树 只是那一棵树是个限制 他们就一定要夸 他坚弱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限制 所以呢 特别是那个魔鬼引诱他们说 你吃了就好像神那样子吧 他们要好像神那样子 这是最大的罪 就是骄傲 所以有一个神学家 叫尼布尔 他是个美国人 其实他是个德国的移民 他爸爸是德国的移民 那是德国人的思考 非常深奥的 他在美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家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罪恶的本质是不尊重自己的限制 你我都有限制 你的年龄有限制 实际上我的年龄已经74岁了 我不可能再出来办一个教会了 所以我知道自己限制 我不会这样做了 你的学历有限制 你要尊重你自己的限制 你的才干有个限制 你的品格也有个限制 你不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更高的人 好像这是法利塞人那样子 他明明法律上是做不到那些东西的 他也不想做的 不愿意做的 他偏要坐在摩西的座位上 圣经就说来教导别人 什么叫摩西的座位呢 摩西的座位就是 因为要在那里教导摩西的律法的 旧约圣经主要是讲摩西的律法 他坐在那里讲摩西的律法 就给人一个印象 他就说我都坐到大老师 我可以教你们 其实不是的 他们不应该坐在那里的 那么这个就是罪恶的本质 就是僭越你的限制 用中文来说的 没有自知之明 没有自觉的能力 自己觉得自己很行 其实就是不行 那么这个骄傲与撒谎 有什么关系呢 也有关系的 尊严的六章 我们再看那里 律法所真悟的有恨悟的六样 真悟的有七样 就是高脸撒谎的事 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是法律事 他们明不服食就撒谎了 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 是达不到坐在那个位置上了 但是他们偏要坐在那个位置上 就教导人 所以就做了很多外表的功夫了 今天犹太人不是都戴一个帽子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它里面都是写的很小的字 写的经文 就表示说圣经我背得很熟的 法律事人他们的衣裳 也有一些一条条的东西 把经文写上去的 下面还有穗子 那些穗子都是一些象征 象征律法某一些真理的 就给人家看见 你看我圣经多说 我多么尊重圣经的话语 但是他们的行为是达不到的 这个就有问题了 这个就是撒谎 所以马太福音第23章 第1到3节怎么说呢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 文士和法利塞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他们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 他们讲的都对的 很对的 只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的行为是不符合他们所讲的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外表的功夫了 外表的功夫是什么 第5节那里 他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要叫人看见 一切事都是要表现自己 要人看见 看着什么呢 看着这表面的功夫啊 头上戴个什么帽子啊 把经文写在衣服上啊 废纸坐长啊 就是这些表面的功夫 你看我圣经很熟啊 我这个谁是谁的儿子啊圣经我都能够背得上来啊 圣经书是很重要的 我同意 我们圣经不熟悉呢 你很难尊行神的旨意是不是啊 但是圣经书不等于行为能够跟得上 这个非常的是个很基本的道理在基督教里面 好了 这个就是骄傲与撒谎的关系啊 我们再看看骄傲的报应是什么 从第二个角度来看 骄傲有个报应的吧 那个报应怎么样呢 首先是个人的报应 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章说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一千杯输腰 就说不光是年幼的要顺服年长呢 你们众人都要彼此顺服 基督徒是一方面讲年幼的顺服年长 一方面讲彼此顺服 年长的没有绝对性的 年长的也要 有的时候也要顺服年轻的 我上个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 我就很感谢主 我讲完了之后 有一个弟兄坐着往旁边走过来 说我想给你一个意见 他说你讲到我听了很多 我很喜欢 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 但是 你有一个小小的动作 请你留意 他说你刚才拿那个 我不动这个了 因为这是录音 你刚才拿那个遥控 控制这个投影 有一次教会是给我一个遥控 他说你拿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遥控是这样的 我拿了 所以上帝的话是这样说 你把中间那个指头指出来 我说我自己都不觉得 他说这个事在外国是非常的严重的 在我们中国可能不代表什么 外国是非常严重 非常的没有礼貌 我说非常感谢你 我说根本不知道 我非常的感谢他 你看 我是个老人家的 他是个大概五十几岁的 我也要听他的 所以刚好他那个教会是一个早上三场崇拜的 下一场崇拜呢 我就留意了 我就用左手拿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但是我作为一个年长的的的的的的的牧师呢 我也要小心 我也要小心 因为呢 很容易的我们年长的就会没有的 我不会这样子的 你看错了 很容易自己防卫的 人家是个好意嘛 是不是 人家也挣扎了好久才对我这样说 当然是啦 因为一般人都对这些年长的都是挣扎了好久才跟你说 那要看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谦卑的态度了 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说我们的总统啊是个骄傲的人 他说始终有一天他会有报应的 这句话我觉得美国的总统应该听 他非常的无礼的 到什么地方去就是很骄傲的得罪别人 得罪其他国家的领袖啊 动不住就把他自己同工炒鱿鱼啊 他说他有一天会有报应的 我觉得他这句话是语重深长的 其实是的是一定会有报应的 怎么报什么报应呢 因为神 哎不要 停留在刚才的话谢谢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经讲的很清楚 凡是人是骄傲的 不光是传道人 不光是基督徒 就是人你是骄傲的 有一天神要阻挡你 你的计划是达不到的 你的计划是会破坏的 所以神要阻挡骄傲的人 这个很重要 我以前没有做牧师 以前我是在德国文化中心 你们知道什么是孔子学院啊 孔子学院就是中国在全世界 建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中心 推广中国文化 推广中国语言的 德国的那个文化中心呢 叫哥德中心 哥德是最有名的文学家 就等于英国的莎士比亚 哥德中心 哥德学院 我以前是在哥德学院教德语的 我们那个老板呢 非常的骄傲 他是个德国人 德国政府派来的 派到香港来的 他非常的骄傲 他我们那里有一个就是 他是老板 还有一个副主任 那个副主任是专门推广语言的 德国语言的 他是总负责 他在香港办德国的文化 就是展览啊 德国的音乐会啊等等啊 他在我面前说 这位副主任 他出来交 我出来交出的时候 他还是小孩子 他在我面前批评他的助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骄傲的态度 他对我们就是老师 都非常的骄傲的 常常欺负人的 那么到最后呢 他有一次德国 就他们办了一个德国的音乐会 从德国请了一队音乐队来 后来法国又 法国文化中心又请了一队 法国的音乐队来 他就取笑了一队 跟我们比 怎么比像我们德国 我就觉得这个态度不好 最后呢 他被调到埃及去了 埃及的各的 各的学院是全球最大的 因为埃及人口多 他就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他说我升级了 香港的工作对我来说太容易了 哇 我就觉得非常的骄傲 他有报应 有什么报应呢 他到了埃及去 也用这一套来欺负他的同工 他的同工几十个人 联名写信给总部 总部马上把他扁了 把他调回总部 穆尼黑去 调到帝库那里去 需要邮寄啊 就是哪一个国家的各的学院 需要邮报啊 你就记记吧 做那 那是不是报应呢 你真是报应 所以神是阻挡 骄傲的人的 那么还有我们看路加福音那里 也讲到一个 刚才我们读过了 十四章 耶稣所见 见所请的客 选择守卫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 不要坐在守卫上 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 被他请来 那请你们的人 前来对你说 让座给这一位吧 你就羞羞惨惨的退到末位去了 那就会蒙羞了 就最后 你不是本来很有面子 很要面子的吗 最后就没有面子了 最后就要下台了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骄傲的报应 就是你会下台 你会呢 就是没有面子 好了 这是个人的报应 那另外一种报应是什么呢 是领袖的报应 领袖的报应就更严重了 圣经里面讲到 很多很多领袖都骄傲的 特别是做皇帝 历代字下二十六章 你讲到一个王 他叫乌西亚 他既强盛 就心高气傲 以致行事协批 干犯耶和华他的神 进耶和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香 在旧约南那些圣殿里面都有香 那个香代表就是祷告 生那个烟生上去 但是烧香的责任 是祭司的责任 皇帝没有权去烧香的 皇帝是管政治 你不管宗教的 但是这个王呢 他要去上香 这个祭司就拦阻他 然后下面就怎么样 最后呢 我们看看二十一节了 乌西亚这个王叫乌西亚 乌西亚王长大麻疯 直到死予 他马上就长大麻疯了 因此住在别的宫里 与耶和华的殿隔绝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报应 一个王的报应 还有另外一个王 其实很多 我举几个例子 另外一个领袖呢 是什么呢 叫乌西亚 他是历代之下 三十二章那里讲的 他叫西西加 那时西西加病得要死 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 赐他一个兆头 西西加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 报答耶和华 因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 并耶路撒冷 西西加他整体来说 是个好的王 他得到一个病 他在神面前流泪 他求神怜悯他 神就给他 再给他十五年的命 他应该很感人才是啊 西西加没有 他没有报答耶和华 他反而怎么样 他反而有些人真是这样子的 我大难不死啊 必有后福啊 有些人是这样子看的 其实绝对不能说这样子 那是一种骄傲的态度 他怎么样呢 巴比伦 那个时候巴比伦还不是很强 就派了一群使者来去恭喜他病好了 他们来了之后怎么样啊 这个西西加就看 就让他们看 你看我的国家多么富啊 你看我的宫殿里面 多么金啊银啊那些财宝 全部给他们看了 那个先知就警告他 你这个骄傲的态度不行啊 后来怎么样啊 后来巴比伦是灭了 有大国啊 这个就是西西加一个好的 好的王他算是个好的王哦 他最后也骄傲 就到了这个地步啊 那么还有一个王呢 叫什么呢 是下面一个他叫西律王啊 他不是个基督徒啊 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 柏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 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了朝服 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 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神的声音 就是百姓就是万岁万岁 所以这样子啊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他被从所咬就弃住绝了 你看 我们一般的人不会 不会想做神的 但是我们不要讲得太快 当你做了王 全世界没有 全国没有你 比你更高的时候 你就想做神了 我告诉你 他就要做神了 人家说这是神的声音 他就觉得真的 我是神了 他马上就被从咬了 这是僭越我们的限制 这是一个西律王的报应 那么最后呢 我们发现在哥里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呢 讲到末日的时候 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在末日提到了 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 讲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给父神 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 耶稣再来的时候 还有没有国家呢 还有的 但是那些掌权的执政的 都要被主耶稣毁灭 这是圣经所应许的 圣经跟政治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是有的 最后一切掌权的执政 他们都是会骄傲的 都要被耶稣毁灭 并不等于说 耶稣要毁灭他这个人 也不等于耶稣要毁灭这个国 那些人民 他只是毁灭他们的政权 耶稣再来的 他要派他的人 一些谦卑的基督徒 到各国去做网 不知道到时候澳洲 那个总理是谁了 可能是使徒保罗 也可能是彼得 我不知道 可能是先知以赛亚 我们都不知道 可能是澳洲这里的 一个很谦卑的 很好的一个基督徒 真是不知道 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 还有各国 还有列国 假如你看启示录 还有的 但是统治这些国家的 就是耶稣自己选择的 一些谦卑的信徒 来管理这些国家的 一切的政权 就是领袖们 他们都要让位 好了 那我们看看 骄傲的报应呢 还有第三个范围的报应 就是整个国家的报应 和西亚书五章五节 这里提到 以色列的骄傲 当面见证自己 故此 以色列和以法连 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 犹大也必与他们 一同跌倒 就是整个国家被灭亡 就是国家的骄傲 所以圣经说 以色列的骄傲 以色列他去拜偶像 他还是非常地骄傲 所以神最后 借着这个亚述帝国 灭了他们 那么另外一个国家 那我们看呢 就是摩亚 就是耶利米苏第四十八章 我们听说摩亚人 骄傲 是不是摩亚 摩亚人骄傲 是极其骄傲 他说极其骄傲 这是摩亚人 听说他自高自傲 并且狂妄 居心自大 然后我们看三十八节了 在摩亚的各房顶上 和监事上 处就有人哀哭 神的审判来到这个国家了 英国打碎摩亚 好像打碎 无人喜悦的器皿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这是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审判 还有第三个国家 是埃及 以西结书第三十一章 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埃及王法老 和他的众人说 在威势上 谁能与你相比呢 亚述王 曾如黎巴嫩宗的香薄 调之荣美 隐秘如林 极其高大 树间插入云中 这里也提到 另外一个国家 是亚述 我们再看下面了 以西结书三十一章 第十节 所以主耶和华 如此说 因他高大 树间插入云中 心骄气傲 又提到他们 这个国家是骄傲的 我就逼将他交给列国中 大有权威的人 他必定办他 我因他的罪恶 已经驱逐他 这是神对国家的审判 国家的报应 我发现呢 一个国 其实圣经对于 就是国家的审判 有很多很多 一个国家呢 我发现哪一个国家一强 就交起来了 这好像是个规律 一切的大国最后都灭了 古代的巴比伦强大最后灭了 波斯强大灭了 希腊大帝国灭了 罗马大帝国灭了 蒙古大帝国没有了 大英帝国也没落了 现在是美国了 美国会不会没落呢 按照这个规律 美国也会没落 因为美国人相当的骄傲 他们的骄傲 因为我在美国住过 他们的骄傲是不自觉的 他们的骄傲是很天真 他们的骄傲教得很天真的吧 他们就以为整个国 整个世界都要等待美国来拯救的 有一次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任务 所谓很大的 在基督教里边呢 我去见他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 他一看见我 他说 韦光是不是我们在香港的宣教师 带你信主的 我说不是啊 是我的同学带我信主的 很多美国人以为 所有其他国家信耶稣的人 都是美国的宣教师 带他们信主 我说是我的同学带我信主 他很奇怪 然后他说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基督徒 特别是在亚洲 我说那说什么 要说自己是耶稣的跟从者 我就感觉很奇怪 你认识亚洲还是我认识亚洲 他非常的骄傲 但是他是个很能干的人 很多人在美国很佩服他的 美国人就是很天真很天真 有一次有个澳洲的牧师到美国去 人家说你从哪里来啊 我说他说不是澳洲来说 哦你开车来的 他们的地理要非常的肤浅 你开车来的 这是美国他们又天真又无知 他们非常的自大 那么中国呢 我替中国担心 因为中国现在强大起来了 开始骄傲了 我们的高铁是全世界第一的 我们什么时候技术是全世界第一的 现在我们要搞一个就是一带一路 怎么怎么样 我为中国常常祷告 我的祷告是什么呢 是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大国 那就正常非常好了 谦卑的大国 那你大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中国的确是大嘛 人人口又多地又大啊 那又富啊 那么谦卑的大国很重要 能不能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实际上祷告 因为一个大国一骄傲呢 他就要走下国的了 神要审判的 好 骄傲是有报应的 那我们最后看看这个 自卑与谦卑的问题 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人很自卑 但是圣经说自卑是好的 那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要弄清楚 自卑跟谦卑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啊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圣经讲用的自卑那两个字 这是我们这个和和本圣经啊 是一百年前的词 跟今天的自卑是不一样的 圣经的自卑啊 是个动词 其实圣经凡是自什么 自高自卑自强自竭自竭自竭 都是个动词 不是个形容词 那么所以今天的和和本的修订版呢 就把它翻译成了自甘卑微 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里 它凡自高的 自高是个动词 自己抬高自己 逼降为卑 自甘谦卑的 把它变成一个动词 不是凡自卑的 逼升为高 其实我们中文呢 我们对一些形容词 我们经常说它很自卑 这个自卑是个形容词 形容词呢 我们跟外语呢 就是欧洲欧美的语言呢 是不一样的 欧美的语言呢 他们的形容词呢 前面都有一个动词 你不能说它很高 he very tall 不行的 这是文法上错误的 应该怎么样 he is very tall 她是很高 她是很有才感 这个女人是很漂亮 你不能说she very beautiful 不能这样子 一定要加个是 大家懂吗 每一句完整的句子里面 一定有个动词的 那个动词一定是是 加上这个形容词 但中文不需要的 你说它很高就行了 你不需要它是很高 这个房子是很漂亮 你不需要的 这是中文的问题 中文的特点 所以中文讲的 他很自卑呢 这个是个形容词 用外语来说 他是自卑的 但是当圣经用的 自卑的时候 是个动词 就是一百年前 这个动词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走下来了 所以圣经讲的自卑 是他愿意走下来 他愿意自甘卑微 他从一个地位高的地方 地位走下来了 怎么走下来呢 具体来说 怎么样 就是说他很谦卑 怎么谦卑啊 就是说 你地位高的 你是在外面做老板的 做什么院长啊什么 你在教会里面 你愿意打扫卫生 洗碗 这个是谦卑 走下来 学问高的 你签就能是学问低的 讲话不用那是太高深的话 甚至不要用英语了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懂不懂 听不听得懂 有钱的 钱就那些平的 不要看不起人 大家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 不要说 七十块一个人很便宜啊 不要说那些话 人家就要吃十七块的 你要吃了七十块的 你要钱就那是收入低的 这个是千倍 你不介意吃的是十七块钱的 这个是千倍 所以我自己讲到呢 我有一个原则的 就是我尽量用很浅白的语言 以致小孩子文盲都能够听得懂 我刻意的不用一些太高深的词 以致一些平民的人都能够听得懂 圣经的自卑是这个意思 是走下来谦卑的意思 那么我们现在然后看看 自高跟自卑 今天我们是讲到自卑的关系了 二十三章那里 二十三节那里 文士和法利塞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们所吩咐的 你们都要遵守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那么这些法利塞人呢 在那里自高 为什么自高呢 它是个动词 就是他们要坐在那个摩西的位上 那个是个高位 但是他要抬高他们的身份 但是他们的行为又配不上那个位置 但是偏要坐上去 所以是怎么样呢 就是十三节就说 所以你们这假冒为善的 文士和法利塞人扭乎了 这样子呢就是假冒为善了 就是你不是善的 你不是那么善的 你偏要坐在那个岗位上 那你就是假冒为善了 其实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呢 这种人其实很自卑 其实很自卑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行 却冒充我很行 就用很多外在的方法 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用一些位置啊 岗位啊 头衔啊 所以他们很喜欢人家 称他们夫子啊 师尊啊等等 讲到这里大家会说 哎呀那我们应不应该称父你做牧师呢 甚至说不可以的吧 那我自己觉得呢 耶稣讲了要这样理解 你们不要称任何人为父 难道自己的八大我也不称他为父吗 我相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别的人就不应该称他为父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天主教称的是神职人员 叫神父 英文就是father father john 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是个问题 我觉得因为明显的违反了耶稣的这个教导 但是基督教讲的牧师呢 其实不是师尊的意思 因为英语呢 牧师英语是pastor pastor是什么 是牧羊人 但是中文你说 就是万牧羊人 好像有一个帅牧 万牧者万牧人 中文的师呢 不一定代表你是个老师的意思 就是说你是主犯的是厨师 是不是啊 你是理法的理法师 并不代表你是个老师 这个师子是个专业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牧师还可以了 但是这法律赛人呢 就是很计较那些 他们的头衔啊 他们的岗位啊等等 他们有很多 他们的服装啊 用这些外在的方法提高自己的地位 问题是 这个骄傲是一种内心的态度 讲究老实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都会骄傲的 你假认为自己不骄傲 那你就是骄傲了 你只要认为自己很谦卑 人家问问你有什么优点 我很谦卑 那你就是不谦卑了 其实我也常常受到这个引诱的 我觉得我们要承认的 我记得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我常常 我不是常常 有的时候我会比较 我说我在香港的教会的牧师当中 我是排名第几的 好好好 我常常问这个问题的 也不是常常 有的时候会问的 因为那时候 我喜欢看足球嘛 那时候打足球的 这个球队世界排名第几 这个打网球的世界排名第几 都有 什么打网球 你们知道 世界排名第几 都有这个的 那我就在那上 香港那些牧师 我排名第几啊 我也很想人家 做到教会有几千人 但是我的教会只有几百人 那怪不得我排名还没有 但是你这种思想本身呢 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 我常常要自己攻打这种 攻克这种思想的 来到澳洲 有的时候我也想 在澳洲的华人教会当中 我这个牧师是排名第几的 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我承认我自己 我自己有了 现在已经减少了很多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教会里边呢 是有个引诱的 一般来说 教会不至于 有一大笔钱叫你来贪 你贪也不是那么容易贪的 教会都有个制度的 数钱的人就两三个 一块 你不是不容易 你拿了一笔钱 教会一般来说 也不是那么容易 被你骗到一些女色的 除非一些无知的女人 会被你骗到 但是教会有另外一个引诱 是很大的 大家说权力 什么 金钱女人 三个大引诱 对男人来说 就是那个权 那个名 因为教会是有个台 给你上来的 你上来做一个报告 你上来领事 你上来做主席 都有引诱的 你上来讲道 都有引诱的 就是我们要 对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引诱的 甚至我留意到 你出来收受奉献 你也感觉到 你看 这好像地位都还高了 第一个是有这种引诱的 这个教会还不明显 有些教会很明显的 因为有资格收奉献的 也是一些特别的人 才有资格收奉献 有资格去分那个圣餐 更有地位了 建信会一般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负责招待的 就连收奉献 也拿收奉献 但是教会的确是有这种引诱的 所以有些人来教会 他是为了拿岗位的 这个我们要坦白承认 因为这个名这个东西 是很巧妙的 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的 但是我们真是要小心自己 要排除一切的骄傲 我们都有这个引诱 包括我自己 我都有这个引诱 但是所以以后 每逢有人请我到什么地方 去讲道 我要回来问我太太 好好地祷告 我是为什么要答应 到底我是为了出名吗 还是为了什么 我一定要这样子 假如不是的话 我不想有报应 真的 那么我们看看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那假如我真是有某种的才干 我可不可以感觉到骄傲呢 特别是今天我们用这个 骄傲这个词已经改变了 跟我年轻的时候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 我感觉到很骄傲 但是今天常说 我为我们的球队感觉到很骄傲 今天世界杯很多球队打得不错 回到回国的时候 大家来欢迎 我们感觉到骄傲 到底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假如我真是 就是有某种的才干 我能不能够说 我为我的才干 感觉到很骄傲呢 这是个事实啊 我不是撒谎啊 我发现呢 最好还是不要说骄傲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因为圣经里边呢 有一种适当的夸口 我们可不可以夸口 我可以的 但是哥林多后书那里说 他对我说就是主我 耶稣对我说 保罗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那我们是不是一无可夸呢 不 我们夸自己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伏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凝辱极难 逼迫困苦为何其乐 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就是我们可以夸自己的软弱 夸自己的软弱呢 也就是夸主耶稣的能力 我虽然年老 我虽然身体很软弱 但是神还是恩待我 让我每周可以到教会来敬拜他 我虽然眼都花了 体力不足了 但是神还给我力量 让我每天读他的圣经 我虽然文化水平很低 但是神也让我一个一个字的 把圣经读完了两遍了 我虽然没有经验 我虽然什么都不懂 我虽然没有钱 但是神还是怎么样 我夸自己的软弱 这个是我们应该的夸口 还有一个人就是指着主夸口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 那里说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就是主耶稣的能力是大 主耶稣的爱是非常的深的 主耶稣的带领是非常奇妙的 连我这种人不配的人 他也带领我 他也给恩迪人给我 我夸指着主夸口 所以基督徒有两种夸口 可以合法的夸口 夸自己的软弱 夸神的能力 就这么简单 其他的都是神给你的 一无可夸 一无可夸 这个很重要 好了 那最后我们再提到这个 骄傲这个词啊 因为骄傲这个词啊 今天在圣经里面是负面的 但今天已经被滥用 我们说我为他感觉很骄傲 甚至我们不要说 我为这个教会感觉到骄傲 我们也不要这样说了 反正我们应该用什么 用感谢来取代 有两个例子啊 很多例子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 他说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因为你们的信德 传遍了天下 你们的信心很足够 传遍了天下 我为你们感谢神 他没有说我为你们感觉到很骄傲 我为你们感谢神 那我们就就是夸 指着神来夸口了 但是我们也 为你们感谢神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个被 就是你听到了 你也会感觉了 很好 他为我感谢神 那另外一段呢 我们看到 其实有很多段的 哥罗西书一章 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下面还讲了 因为你们的盼望 这我因你们的信心 爱心盼望 而感谢神 而不是说 我因你们的信心 爱心感觉很骄傲 所以我推荐呢 就是我们不要再夸什么东西了 就是不要再说骄傲了 圣经 哥林图前书那里说 爱 爱是不自夸 你真正是爱一个人的时候 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自夸的 爱是不自夸 就是那么简单 好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首先要承认 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自夸 甚至我们用很巧妙的语言去自夸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假装很谦卑 主啊 其实我们都在剑阅自己的限制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尊重自己的限制 自己的学历 自己的才干 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体力 自己的年龄 等等 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限制当中 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大能大力 在我们的弱点当中 我们的苦难当中 我们看到 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大 你的恩典也是何等的大 主啊 那我们无时无刻 都受到这个引诱 圣经说自夸 这个骄傲 是你所憎恶的 恨恶的 排第一的一种罪 求主你自己 常常地提醒我们 免得我们受到 从你而来的报应 那就不好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个谦卑是个很难学的学问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很诚实的 当我们 假如我们真是自卑的时候 我们感谢你 你有一个出路给我们 就是我们诚实 承认我们自己是不行的 以致我们可以谦卑下来 更能蒙你的恩典 我们的祷告 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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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